第一次使用设备时,请注意是否安装好 WL万龙修复仪软件 iTunes官方刷机软件 及对应产品的驱动程序 现在我们开始讲解如何使用 WL64位硬盘修复仪的详细使用方法 试图为WL64位硬盘修复仪 正面面板的分别功能为 试试架工程主板引导硬盘的放置位置 工程线USB输入接口 试试架总电源开关 试试架部位开关 工作电流表 工作电压表 外部电源和电源输入接口 测试硬盘做头 试试架的背面为 WL独家定制的电源转换板 即电池放置位 在使用测试架时打开测试架电源 查看测试架电源是否足够 若测试架电源低于3.6V 请用外部电源盒打到4.5V 在测试架直接供电 接入后 会看到测试架电压为4.2V左右 打开WL万楼修复仪软件 打开软件后 我们可以对平台进行对应的设置 如点击设置 开启音效 切换语言 锁定导航栏 都可以设置 以及点击阻止iTunes自动运行 让平台更流畅的运行 打开对应的操作板块 64位硬盆仪 插入工程性到电脑中 点击刷新端口 软件会自动找到工程性端口 点击打开端口 看到工程性 工程性分正反方向 空白 使用上置为朝上 插入测试架 取出测试架圆基母盆 打开测试架桌头 放入前 要注意方向 右带工程版硬盘方向位置为右下角 关闭桌头 按下测试架复位镜 注意看平台提示 此时 64位第一次使用会自动提配加密文件 平台会提示 正在下载 请耐心等待 并把加密文件保存到桌面 WLDO文件夹中 平台会在电脑桌面上生成一个文件夹 WLDO文件夹 并且从服务器以ICED的名称设置到文件夹中 现在看到的这个以ING4结尾的就是此测试架的加密文件 如果是2015年购买的用户 可以到下载并自动设置 选择对应的加密文件 添加也可以使用 2016年销售的测试架 都以ECID为文件名 可以手动下载 复制ECID代码到下载并自动设置加密文件 ECID文件夹 粘贴到搜索位置 即可查到对应的加密文件 2016年平台已经升级自动设备ECID 并自动下载 在2016年购买的用户 只需按下复位键 平台即可 实现自动设置加密文件 无需下载 打开座头 取出母盘 现在我已经把这块6代主板的硬盘已经拆卸下来 通过测试架 读取硬盘中的数据 把硬盘放入柱头中 在放入时注意硬盘方向 进行读写 我想对该主板的硬盘信息进行读写 在平台中 点击64位加载最高群性 让硬盘通过测试架 进入到最高群性模式 进入成功后 软件会提示 进入最高群性成功 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点击查询硬盘数据 即可查询到该硬盘所有的信息 或点击查询内核数据并保存 可以看到平台把使硬盘印证内核数据已保存 入境为电脑桌面WLDO文件夹中 通过打开桌面的WLDO文件夹 我们可以看到 平台对应的序列号 会保存到此文件夹中 保存的数据分别为序列号 国家 型号 监管 蓝牙WiFi 手机信息 及颜色等信息 即官方完美的11项印证数据 硬盘会用时 可按此方法操作 并保存对应的底层数据 云基硬盘 我们已经备份好 现在我们取出硬盘 再放入母盘 引导第二个进行读写 放入母盘后 我们在测试驾驶中 先取出母盘 放入我们要写的硬盘 关上座头 点击 点击 64位加载最高群性 让测试驾的硬盘 进入最高群性 进入成功后 软件会提示 进入最高群性成功 可以进行读写 我们可以点击一键查询信息 或点击查询硬盘数据 既可以查到当前硬盘的所有信息 现在我可以讲解一下我们的经验 更换或者升级大容量硬盘 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总共大约更换了5万个以上的硬盘 也总结了不少经验 现在我们的设备是越来越先进 平台也不断的在升级 通过修改 E码 即可以让手机进行激活 激活E码 是指 修改对应 INER的序列号 即可以让手机正常激活 通过修改3码 可以让手机正常升级 即序列号 地区型号 通过修改6码 可以开启查询ID功能 修改10码 续列号 地区型号 监管 蓝牙 WiFi 6码 即 ID功能 可以开启查询 查找iPhone 修改11码 可以保留原厂状态 即序列号 地区型号 组板码 尖管 颜色 保留原厂状态 蓝牙WiFi等十一码 写好后 在关于本机 可以保留原厂状态 至于更多 可以加入技术交流群 进行技术交流 使硬盘为拆机的大硬盘 之前我们把原机的硬盘数据 已保存到电脑当中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写入十一项内核印证数据 调取之前保存的文件 找到对应的序列号文件夹 即可以写入印证数据 写完后平台会提示 写入印证内核数据成功 此方法是针对专业快速 更换大硬盘的方式 写完后也可以通过查询硬盘信息 看是否写入成功 成功写入硬盘后 我们可以把硬盘焊接到主板 即可以实现更换硬盘或扩容硬盘 若我们要继续写硬盘 可以通过放入母盘 按测评价复复复复键 让平台重新引导 引导成功后 平台会显示加载引导成功 请更换硬盘 此时 我们放入需要写的硬盘 注意方向 点击64位加载最高权限 让硬盘进入到最高权限模式 进入成功后 平台会显示进入最高权限成功 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通过点击查询硬盘数据 我们会看到此硬盘相关的数据与信息 若要修改对应的序列后 只需输入即可 点击单写 或者点击一键写入三项 即可修改硬盘对应的数据 在需要写硬盘时 只需用母盘引导一次 并且按下复备键 即可更换硬盘 对硬盘进行对应的读写 64位测试架支持写 5S6代6P mini 2,mini 3,mini 4,iPad 5,iPad 6等64位机型 包括写新硬盘 点击写新硬盘方法 平台会提示如何写新硬盘的 或加入到我们的曼容技术交流群 进行继续交流 硬盘的保养 可以参阅硬盘保养视频教程